好来看到三级警戒期间呢 许多餐厅不能内用 都纷纷推出了外带和餐来维持营业 而最讲究精致摆盘的异法料理 要如何做出成便当外带呢 业者可是花了相当的苦心 疫情期间各家餐厅只能够推出外带便当来维持营业 而讲究精致摆盘还有视觉享受的异法料理 要改成外带餐盒 那还真必须多花点心思来安排 除了包装的餐盒要美观有质感 重要的是异法料理口味和摆盘也不能够走样 主厨说要让客人吃起来跟在店里吃的口感是一样的 就是挑这些比较质感会比较好一点的外带 所以你的外带原则大概是怎么样 尽量能够保持跟之前大家开的状态是一样的啦 对啊 所以在挑起这些盒子的时候都有特别 对特有挑啊 因为我们是讨论了很久才决定要用哪些东西的 那异法料理又很讲究就是一道一道的哦 那所以我们这次如果来订我们的餐外带 对 你至少希望能够维持什么样的水准 就是口味不变啊 口味不变 就是来店里然后口味没什么变化这样 就是不要差异性太大 可是其实很多人都是用眼睛吃饭啦 对 所以他还是难免会会因为视觉上面的不同 会有会有味觉上面的不同的那种感受 对啊 其实我们调味什么都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在这个外带的装备部分特别的要挑选 对啊 一定要挑挑我们觉得适合给那个市场大众的东西 这个盒子样子 在疫情艰困时期很多人失业 主厨说改做外带要让餐厅里的学徒 可以跟在身边继续工作 也让身为师父的他比较安心 这些孩子不要没有工作啦 虽然说有说有讨论说让他们回去 然后看政府怎么颁布那个薪水 要怎么比例原则什么东西 就是我觉得 我看到他们在身边会觉得比较好一点 就近照顾他们 对啊 怕他们乱跑 哈哈哈哈 你就像爸爸一样顾好他们这样子 师父师父师父就是爸爸好 哦要顾好他们 对对对对 所以还是要撑着 对撑着 带给他们 经典浓汤彩色沙拉 开胃面包 精致主餐还有咖啡饮品 一整套下来还真的是标准的异法料理配备 想在家里头也能够享用异法料理的民众 可以线上预定自行取餐 而且使用台湾配 还有满百半价的回馈 吃腻了一般便当的民众 不妨来换换口味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 嗯